一位媒体人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涉嫌学历造假 骗带和包养情人 现在事件有了新的进展 监察部网站昨天发布信息称 刘铁南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实名举报人是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 2012年12月6日 刘铁南出国访问期间 罗昌平在自己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上 连发三条微博 向中央纪委举报刘铁南存在学历造假 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 骗带国内银行 包养情人之后反目 女方受到死亡威胁等行为 并辅上学位证书 银行账号 合同 护照复印件等证据材料 以及刘铁南与情人的合影 三条微博立即引发广泛关注 这也是近年媒体人网络实名举报的最高级别官员 据媒体报道 事发当天 记者当天向国家能源局求证此事时 国家能源局作出回应 称举报内容纯属污蔑造谣 国家能源局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 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而在被实名举报后 刘铁南至少四次出现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 昨天 刘铁南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的消息发布之后 他的名字依然出现在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 伪领导子站的一栏 其个人简历显示 刘铁南于2010年12月至2013年3月期间 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3年3月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12号新华社发微评说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被证实正接受组织调查 从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至今 等待过程似有些漫长 近来中纪委多次提倡实名举报 刘铁南中落马无疑传递了一种推进的正信号 恶有恶报 让贪腐蛛虫陷于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 他们必会无以遁形 12日人民日报也发出微评 刘铁南带来的启示与警示 评论说 从被实名举报到新闻办负责人否认言斥 再到今天正式接受调查 刘铁南的剧情跌宕起伏 实名举报在先 组织调查在后 这在此说明 创造条件让公众监督 是反腐制度化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同时也要警醒 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 怎会沦为家奴 为个人背书 在美国的创造计